近日,两大科技巨头Mark Zuckerberg 和Elon Musk之间约定的铁龙赛 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 但Jakaber13日在社交媒体Bretz上表示 Mask一直以借口拖延这场铁龙赛 使这场较量已经失去了意义 Jakaber写道:"我想我们都同意 Mask对待这件事并不是认真的 是时候向前看 先前Jakaber建议约战的日期定在8月26日 但Mask一直没有决定决斗的日期 随后表示他需要做手术 现在有要求在Jakaber的后院进行一轮训练 Jakaber称如果Mask真的是认真对待这场比赛 他早知该如何联系到他 至7月Jakaber发布全新社交媒体Pretz以来 Mask通过律师随即指控Meta 导用Trader的商业机密 并雇用前Trader员工来开发Bretz 天下卫士记者编辑报道